在我们的感测元件里面,有两个元件是跟LED有关系的 一个是这个红、黄、绿三个灯的LED灯 另外一个元件 他只有一颗圆圆的写个D5 这也是三颗LED灯集中在同一个点上面 他们同样有一个GND,然后用三个角位来控制这个灯的明面 接法基本上还蛮容易的就是 一样是黑色去接我们的GND 在我们的Arduino的IoBall里面 我们会用到的针角是数位针角 我们知道0到13是数位针角 那你会发现在我们的IoBall上面很贴心的帮大家 准备了RGB的 这个 针角 那里面有四根针 减号这个是D级 GND接的 他用的是569号 就是 569 这三个数位针角 至于他为什么用569是有原因的,他不会选择567 他会跳过去 在我们下一章节 数位转类比的时候会缩到 这是有用意的,那我们必须用三个针角来控制三颗灯 那我们把 黑色的线 对准了负极接上去 那这边一样 刚才 交过的黑色的线 对准了 GND GND来做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组程式 在我们的Squatch 里面 我们会用到的 第1个 我们要告诉 电脑说我们要用到谁 我们接在5号 6号 还有9号 那他是输出 因为我们电力 要送出电力 选择输出 然后选择输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 把5号 设为1 再把5号设为0 这样他就会1米1面 1通常就是通电 0就是断电 所以我们的 LED上面 这一个 LED灯上面,我们来看一下5号的亮与面 旗子按下去 6号 我们看到什么 红色的灯 一亮一面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6号 那我们看到什么 黄色的灯 一亮一面 就第2个 灯 另外一个是 9号 9号 变成绿色的灯 变成绿色的灯 那如果我们改成 这一个 LED灯 你会看到现在亮的是什么 绿色的灯 绿色的灯 那这一个LED灯是 蓝红 绿 蓝红绿 三个颜色 那我们再改一下 5号角位是什么 5号角位 它是蓝色的灯 它现在出来是蓝色的灯 如果是6号角位 它出来是什么 红色的灯 这就是 使用数位角位 来驱动 我们的LED灯 让它发光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用 569 当然你可以选择用什么 这边 假设我用4 5 6 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只是数位角位而已 那一样D级接这里 然后 你要4 5 6 三个针 排针插在这里 它的插法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要避免麻烦就是插一排会比较顺 这样子是这样跟大家做建议 这是使用 数位角位来让LED灯亮灯的做法